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黎静就被她打动了 因为方琳做事很韵铁 什么都会跟她商量 尊重她的意见 虽然方琳的条件不太好 但她就是喜欢她 黎静妈恨恨的说 他要把你骗到手 能不夹着尾巴装孙子吗 等结完婚后 你看他会不会变成大尾巴狼 他长得比你好看 学历也比你高 他图你什么 不就是图咱家的钱 你真以为 穷男人就有真情啊 黎静执意要嫁给方琳 黎静妈恼怒的说 别指望她会资助一分钱 她可不想把辛苦挣来的钱给她扶贫 以后 要是被凤凰男一家榨干了 可别回来哭给她听 黎静还是义无反顾地嫁了 小两口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婆嫁没给彩礼 黎静也没带嫁妆 结婚那天 黎静坐在新房里 隐约听到方琳跟婆婆在低声嘀咕着什么 她竖着耳朵听 原来是亲戚跟婆婆提到 等会儿要黎静下跪敬茶 黎静大惊失色 她长这么大 可没跪过活人 她坠坠不安 心想着方琳要是敢逼她下跪 这婚就不结了 直到婚礼结束 也没人让黎静下跪 黎静有些糊涂了 晚上悄悄问方琳怎么回事 方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这里确实有新媳妇进门要下跪敬茶的风俗 但现在年代不同了 你们那里也没这风俗 让你跪 你肯定心里不痛快 怎么能让你在大喜的日子不开心 方琳又掏出一个首饰盒 说这是她妈特地给她置办的三金 虽然没有彩礼 但有些礼数不能废 该给还得给 黎静有些愣 随即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黎静妈听说这事后 冷哼道 这日子才开始呢 以后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找你借钱 什么鸡毛蒜皮的破烂事都来找你帮忙 你就知道后悔了 黎静以为自己妈危言耸听 但她很快就被啪啪打脸了 新婚不过半个月 方琳的一个亲戚就找到他们 说想去市里医院做检查 但约不上号 她听说黎静妈是那家医院的主任 想让黎静帮忙弄个号 黎静面有难色 委婉地拒绝了 她本以为方琳会不高兴 但方琳什么都没说 没过多久又有人来借钱 方琳也婉拒了 黎静有些惊讶地说 我以为不管谁借钱 你都不会拒绝 方琳有些哭笑不得 全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干嘛要当散财童子 借钱得救急不救穷 她借钱是要还赌债 肯定不能借 黎静突然觉得 方琳似乎跟其他凤凰男不太一样 婚后 黎静和方琳租了房子 没有要双方父母一分钱 两人只埋头过自己的日子 但黎静也牢牢记着自己妈的教诲 去婆家时 别主动干活 容易沦为他们全家的保姆 婆家有事 别主动帮忙 容易变成什么都要管的大总管 幸好方琳勤快 只要回婆家 方琳都抢着做饭搞卫生 倒也没有人为难黎静 没过多久 黎静怀孕了 黎静妈幸灾乐祸的说 农村人家里都有皇位要继承 你要是生不出男孩 可有的你受的 同样的苦我已经吃过 怎么劝你都不听 你可别指望我会帮你带孩子 黎静据理力争 方琳说 他不会中男轻女的 我信他 黎静妈吃笑一声 你爸还说过 就算我生一个蛋 他也喜欢 可你出生后 他抱过你几次 离婚后 他有没有来看过你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谁信谁蠢 黎静心里有些慌乱 他妈又冷笑道 十年看婆 十年看习 你婆婆要是不照顾你坐月子 以后她老了 你也别管她 黎静跟大姑姐的预产期差不多 大姑姐先生下孩子 婆婆跑去照顾自己的女儿 天天忙得不见人影 黎静有些慌了 着急忙慌要去预定月子中心 方林不同意 她信誓旦旦地说 如果她妈不来照顾月子 她亲自请假照顾她 黎静顺利生下一个女宝宝 她本来担心婆嫁会重男轻女 但她没想到 婆婆会撇下大姑姐来照顾她 婆婆说 已经请自己的弟媳妇去照顾女儿 媳妇是别人的闺女 不照顾好容易记仇 自己闺女没有隔夜仇 黎静妈悄悄跟黎静说 有了孩子后是婆媳矛盾爆发期 婆婆这种生物 最喜欢仗着年纪大 作威作福 放黄男总喜欢站在自己妈那边 她让黎静千万不要耳根软 坚决不能惯着婆婆 让她一次就会得寸进尺 没完没了 月子里 婆婆把黎静照顾得很好 吃喝方面从不怠慢 有时 黎静起来喂夜奶 婆婆听到动静 马上也翻身起来 问她要不要帮忙 饿不饿 要不要煮点夜宵给她吃 虽然两人也会因为育儿观念 不同而有分歧 但婆婆每次都说 我老了 想法跟不上时代 哪里做的不对 你直接跟我说 黎静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婆婆这么说 她哪里还好意思生气 说到底 婆婆照顾她 是看在方林的面子上 婆婆并不欠她的 黎静妈听说方林晚上会起来帮忙 给孩子换尿不湿 她有些意外的说 算她有良心 当初我坐月子 你奶奶怕我影响你爸睡觉 死活拉你爸去睡书房 我一个人带着你 累死累活也没人管 要是他们催你生二胎 你可千万要扛住了 别沦落为生育机器 黎静想起有一次 她故意问婆婆 会不会觉得没有孙子遗憾 婆婆不慎在意的说 有啥遗憾 男娃女娃都是你的娃 不是我的 轮不到我遗憾 再说了 孩子又不跟我姓 我管那么多干嘛 一个孩子培养好了 比一窝都强 黎静本来还以为 婆婆是故意这么说的 但她发现 婆婆真的没那想法 婆婆帮忙带孙女时 虽然没有什么先进的教育理念 却是真心实意对孙女好 黎静不知道该怎么 扭转自己妈的想法 她扫心意义地说 妈 不是每个男人都像我爸那样 世上还是有好男人的 黎静妈沉默了一会儿 哼了一声 没有利益冲突 自然不会有矛盾 等着看看吧 别的不说 你的产假结束后怎么办 我可告诉你 无论如何 你都不能辞了工作 当家庭主妇 没钱就没有尊严 谁都可以遭见你 随着产假结束的时间临近 黎静越来越焦虑 大姑姐出了月子 就自己带孩子 而婆婆一直帮她带 但是产假结束后呢 哪个当妈的 不想帮自己女儿 解燃眉之急 真让她待在家里 当全职妈妈 她也无法接受 铺天盖地的鸡汤都说了 千万不能当全职妈妈 没工作 没收入 就没有话语权 到时 婆家随意把她搓圆捏扁 她根本无法反抗 离境的婆婆说 她打算把孙女和外孙女 一起带回老家养 老家山好水好 空气好 自己种的蔬菜瓜果 也没污染 适合孩子吃 离境心里 一万个不乐意 她才当上妈妈 一刻也离不开孩子 再说了 婆婆毕竟上了年纪 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能有什么育儿质量可言 顶多是让孩子吃饱穿暖 那些早期智力开发 性格培养什么的 根本不可能实现 婆婆看离境不表态 又提议 若是她带孙女儿 儿子就得贴补两千块钱 给姐姐请保姆 若是她带外孙女儿 就让女儿补贴弟弟 谁也不吃亏 后来还是大姑姐退让了一步 找了婆嫁一个长辈 帮忙带孩子 离境也不食言 赶紧一次性 给大姑姐转账了一年的补贴 离境妈笑她傻 哪有奶奶带孙女儿 还要收钱的 要钱就证明 她不是真心对儿媳 把儿媳当外人 离境笑笑不答话 她情愿出钱补贴大姑姐 也不愿意当全职主妇 这年头 可靠的保姆不好找 哪有让婆婆带孩子放心 她该感谢婆婆仗义 大姑姐成全 一黄言 离境的孩子快三岁了 即将面临读书的问题 离境开始考虑买房子 她和方林攒了一些钱 但远远不够首付 离境动了心思 想将自己婚前的一套小房子卖掉 换大房子 那套小房子是离境毕业后 省吃俭用买的 才四十多平 一家三代人住进去不现实 但因为房子后来被划入学区 价值暴涨 离境挂到中介出租 租金还不错 离境妈得知这事后 强烈反对 说她脑子被驴漆了 婚前房子换婚后房子 白白被方林分走一半 离境心里也很忐忑 她妈说的这些 她不是不懂 但是为了孩子 她能怎么办 没有房子 只能租房 经常搬家 在这座城市 就像扶平一样 没有归属感 这些她可以忍 但她舍不得 让自己女儿 也过这样的日子 而且她和方林 都已经结婚了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如果她还处处提防着她 那婚姻还有意义吗 离境妈越说越气 大骂离境 当初就不该嫁一个没房的男人 就知道傻了巴基扶贫 没房的男人 就不该祸害别人的闺女 没房 娶什么老婆 当初方林肯定是知道她有房子 才拼命追求她 离境被她妈骂得烦了 扭头回了自己家 她考虑了一夜 还是决定把小房子卖了 拿到大房的房产证那一夜 方林郑重其事地 交给离境一张借条 说她的小房子卖了两百万 一百万算她借的 以后会还给她 离境恶然地看着她 一时说不出话来 方林抱着她说 你愿意卖掉小房子 凑钱买房 我很感激 但也不能占你便宜 你放心 这张借条任何时候都有效 离境喜极而泣 方林懂她 知道她心里的忐忑 用实际行动 给了她安全感 离境将方林 给她写借条的事 告诉她妈 她妈也有些傻眼 说方林这种傻男人 可不多见 没过多久 离境妈出了一场车祸 伤了腿 要动手术 出院后 她还得定期 做康复锻炼 离境不放心自己妈 想将她 接到自己家里来住 方林满口答应 离境妈 却死活不愿意 她之前瞧不上方林 连两人的婚礼都不肯出席 这会儿 她怎么肯去看女婿的脸色 离境只好带着方林 住回娘家 她厨艺很一般 都是方林下厨做饭 方林从离境口中 了解她妈的口味 专心学了几道 她妈爱吃的菜 还照着菜谱 学一些能促进 骨头生长的汤水 离境有事时 也是方林 陪她妈去医院复检 离境看在眼里 有些汗颜 她从来没有 为婆婆做过什么 都是婆婆照顾她 她心想 她也要学做饭 以后 做一些婆婆喜欢吃的菜 刚开始 离境妈觉得很别扭 死活不要方林 搀扶她 离境看得火大 奚落她说 妈 你就别矫情了 你要是真觉得 我俩爱事 我们立马就走 不在这儿爱你的眼 离境妈 气呼呼地 瞪着离境 脸上有些羞脑 有几次 离境的婆婆 带着小孙女 来送水果鲜鱼 说都是老家亲戚 自己种的果子 养的鱼 送给亲家母 吃个新鲜 离境妈刚开始 还绷着脸 端着姿态 当听到外孙女 奶声奶气地 喊外婆时 她的心都快融化了 离境妈痊愈时 方林泪瘦了一圈 小两口准备搬回自己家 离境妈扒在门框边喊道 以后 传回来吃饭 没过几天 离境就听说 自己妈找了一个厨艺很好的家政阿姨 隔几天 就要催离境一家回去吃饭 她妈还特意叮嘱 把她婆婆也带上 离境乐了 问她妈 什么时候跟婆婆混得这么熟了 她妈赏了她一颗力抱 说 你婆婆人真不错 以后 你可得好好待她 后来 离境妈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在离境住的那个小区 买了新房 得空时 就跟离境婆婆 一起去跳广场舞 跟她一起学包饺子 包粽子 离境结婚十周年时 请了婆婆妈妈一起吃饭 方林忙前忙后 张罗饭菜 离境问她妈 你女婿还不错 对吧 离境妈嘴硬地说 还行吧 离境暗自偷笑 她妈被伤害怕了 再不肯轻易付出 她从小耳濡目染 也变得自私而戒备 对这段感情并不乐观 这些年 方林用她的宽容和体贴 婆婆用她的善意和豁达 慢慢暖化了她心里的尖兵 一个男人好不好 无关贫穷富有 而是要看人品 一段好的感情 能让人变得更好 更乐观 更幸福 婚姻就是一场好赌 有的人赌赢了 有的人赌输了 找一个人品好的人过日子 即使爱没了 也不会满盘皆输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